大家好,兰花是一种非常具有观赏性的花卉 它不管是开花还是看叶 这个观赏价值都非常高 但是总有一些花友养的兰花 这个叶片零散散的,甚至发圆 没有什么观赏价值 不像这种情况 这个叶片挺直、刚润 非常有观赏价值 那么我这个兰花平时是怎么养护的 怎么施肥的呢 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这个兰花如果是各种微量元素不充足的话 就会容易引起这个兰花叶片发软 比如我们平时施肥的时候 氮肥过量了,零甲元素缺乏了 这个兰花就会出现这个叶片发软的状况 而且平时如果这个光照不足的话 这个兰花叶片产生的光合作用不够 也会产生这个叶片下垂 叶片出现发黄嫩黄这种情况 没有那种茉莉感 我这个兰花平时我一般都是用的一些是自制的肥水 就是这种桃米水 因为这种桃米水它含有的零甲元素非常充足 非常适合这个兰花使用 这个桃米水收集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我们在给这个米清洗的时候 收集第一道这个水把它装好 然后等待发酵15天就可以使用了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只需要用上1比30的比例对水给兰花浇灌 一个月两次到一次就可以了 我们把握好施肥水 这个养护环境也重要 这个兰花呢它是一种半衣植物 所以光照过墙这个叶片会晒伤 如果光照不足 这个叶片就会出现这个叶片下垂 这个没有那种钢质的感觉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好 最好放到早上能有中逐的阳光 又可以避免中午的阳光的地方来养护 这样是最好的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如何养好这个兰花的一些小技巧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